大家好,今天4月13号美国之音有个消息,说朝鲜已经把一个装置放进了核实验场的隧道里面 这就表明朝鲜已经做好准备,要进行第六次核实验了 咱们中国这两年不是有一句俗话吗,叫做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那川普可不止说了三遍了,他几乎每一天都在说同一句话 今天川普又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对中国能够正确处置北朝鲜有很大的信心 但是如果中国做不到,那么美国和盟国就会做 重要是那后半部分,如果中国不动手,美国就会动手 那这句话川普说了几次了,在川习会之前他就在说 到现在应该不止三次了对吧,但这回呢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之前是说中国不动手,美国自己解决 现在加上了个盟国,美国和盟国会解决 这个盟国指谁,日本肯定是包括在内 韩国目前的态度还不明确,韩国处于总统大选期间 这就要看川普的决心了,如果他连单独行动的决心都有 那韩国现在的黄教安政府是个看守政府 他也属于保守派,是对朝态度比较强硬的 美国那边压力够大,他也有可能屈从 他屈从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现在时间上呢,其实对川普和三胖两个人都不利 时间不站在他们两个人任何一个人一边 如果韩国五月份总统大选换上来的是一个左翼政党的领导人 像文在寅这样的 那么对美国来说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难度会变大 所以美国呢是希望尽可能在五月份之前对朝核问题就要有一个进展 就要有一个结论出来 而三胖呢也是觉得在五月份啊 韩国从新总统产生之前 这一段时间之内呢 韩国是不太可能支持美国对朝动武的 所以他也想在这段时间之内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 所以他也想在这段时间内搞核实验和远程火箭实验 这两天很多人都在谈 就是说这个关头啊 朝核问题还有没有外交解决的可能性 刚刚结束的那个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恢复了外交委员会 很多现任和前任的比较有经验的朝鲜外交官被安排进了这个委员会 所以有很多人在猜测是不是这个举动表示朝鲜要开始和谈了 说这个机构外交委员会是被恢复了 但是我没查到他什么时候被关的啊 什么时候停的 大概是在几年之前 也是在金正恩上台以后 那为什么被停了呢 没说 我猜是金正恩不想让一帮所谓专业人士老家伙对自己指手画脚啊 你该这么做该那么做 这位年轻的胖子想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支配内政和外交 这两年金正恩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把他老爹留下来的顾命大臣杀的杀扁的扁 可现在为什么又把这个外交委员会恢复了呢 我倒不是觉得这是朝鲜要开始和谈的直接信号 最起码它不是一个特别强烈特别直接的信号 为什么呢 因为最关键的在这几天之内我没有看到中朝之间有特使的活动 北京方面呢是说要坚持和平原则解决朝核危机 还有消息说呢中方想推动美朝直接对话 那么关键问题就来了 你的特使在哪里呢 你不需要特使去美国 对不对 因为中美元首已经会晤了 可习近平上个星期五就回国了 为什么没有派特使去朝鲜呢 而朝鲜也没有派特使来中国呢 中方的朝鲜半岛问题特使五大委是去了韩国 但是没有去朝鲜 这很耐人欣慰 因为要知道二月里禁止进口朝鲜煤炭以后 朝鲜的副外相李吉成还专程来了一趟中国 可是这次川习会之后 为什么中方没有特使去朝鲜 朝鲜也没有派特使来中国呢 这个就不像有接受外交斡旋的意思了 那么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习近平不想和三胖谈 要么就是三胖不想和习近平谈 这个也很简单 那么是谁在甩脸色呢 中方既然说想用外交办法解决 都到了这个关键关头了 他肯定不会拒绝朝鲜派特使来中国嘛 他也不会说害羞派特使去朝鲜 所以我猜呢 现在啊 这个问题卡在金正恩那里 是金正恩这边不太愿意派遣特使和中国沟通 有可能是金正恩被中美首脑的这个会晤给激怒了 拒绝和北京通使 那么现在金正恩又恢复这个外交委员会 他用意何在呢 其实我们要看到朝鲜近期遇到了很多重要的外交挫折 搞得灰头土脸 在马来西亚三胖由于把他大哥金正男做掉嘛 这个事情和马来西亚搞到翻脸啊 对方是两方面是互扣人质搞得很难看 中国这边呢 是从去年开始逐渐收紧对朝鲜的制裁 虽然不是说全部切断 但是呢收紧了一部分 这也确实给朝鲜造成了一定的资金紧张问题 现在朝鲜缺钱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有新闻报道讲 在欧洲的朝鲜使馆居然把属于外交用途名下的物业 拿来出租来赚钱 就是把使馆下面的有些建筑改成旅馆了 那我不知道朝鲜是不是唯一做过这件事情的人了 至少我没看到别人这么做过 至少应该算是极其少见的 去年年底 波兰多家银行受到了黑客的攻击 去年还发生了这个孟加拉的央行被黑客抢劫的事情 损失了八千万美元 那调查的方向的多是指向朝鲜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能够动员黑客去抢银行的 朝鲜还真是独一份 估计是钱无古人也后无来者了 那也真的是穷风了 对三胖来讲 那就是只要能搂到钱 是不管什么他都干 这些胡作非为 我觉得到很像金正恩这种 既没有外交经验 又很自大的人能做得出来的事 也比较符合他这个年龄 这种境遇心态的人的行事作风 就是既胆大妄为又不计后果 是凡有些外交经验的人 我估计都不至于出此下策吧 所以我觉得现在朝鲜恢复这个外交委员会 是小胖子的胡闹 确实让自己陷入了困境 不得已又把这些老家伙们找出来 让他们帮忙出谋划策 这个老家伙们的经验 看来还是管点用的 不过呢 从现在这个资料来看 所谓的朝鲜外交委员会 是它的最高人民会议当中的一个机构 就类似于中国的全国人大里面的财经委员会 法律委员会 我的理解它算是一个智囊顾问机构 却不是决策机构 其实朝鲜也说不上有什么决策机构 就是它没有机构化的运作政策的方式 谈不上有什么决策的程序 这事干不干 最后都是在金正恩的一句话 其实今天还发生了一件很逗的事 但是我觉得很有严肃的意味 就是昨天晚上朝鲜召集了好几十家媒体 说这个13号会有重大新闻宣布 结果这些媒体就连夜挤中国国航的飞机去了朝鲜 去了以后 结果啥事都没发生 只等到了一个伟大领袖金正恩 剪彩什么黎明大街住宅工程 这么一个报道 一个完全打降游的新闻 这是啥意思呢 也可能就是一个乌龙 但是我的确有一个担心 就是金正恩 有可能确实是在想13号这天就搞核实验的 把媒体都召集来要宣布这个大新闻 可是呢 也许有什么特殊的原因阻止了他 要不然就是今天核报这个工作本身 他没有准备好 昨天啊 咱们分析金正恩朝鲜这种独裁小国和大国相抗 他明明实力相差很悬殊 还是要死扛 他到底是个什么心态呢 除了咱们昨天讲的那几个原因之外啊 我觉得有一个网友的留言很好 他就说这些小国的独裁者们啊 身边通常就围了一群阿谀奉承之位 整天就给他耳朵边上吹风 说他实力有多么强大啊 美国韩国都怎么怕他 韩国是如何的不敢打仗 中国又怎么处他 金正恩呢 他本人没有什么城府 没有什么积淀 他去分辨各种言论的能力啊 这方面的理性不一定很强 时间久了 免不了就会自大的心就升起来嘛 人就狂妄起来了嘛 我觉得这个分析很有道理 金正恩这几年对于不服从他的官员啊 一直是大开杀戒 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处决几名高官 他身边的人自然会静弱寒蝉 那当然就更不敢提什么不同意见 惹他不高兴了 就只敢顺着说 就只敢留须拍马了 从金正恩近期的做派啊 看他在马来西亚搞的一团糟 又发动黑客抢银行 都是这种既不成熟 又很蛮横任性的做法 可见他身边确实是缺少有理性的意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朝鲜这个国家要发展核武器 又是这么一个当政者 确实情况就很危险 最后提一下啊 中国军方为了应对朝鲜的变局 曾经提出过一个提灯计划 就是提着那个灯啊 提着灯笼那个提灯计划 但是他不是现在提出来的 这个计划是在2014年披露的 但是经过了两年的验证 他的内容还是值得一说 如果今天的中共领导人有心的话 应该回顾一下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是2014年 凤凰卫视专访一个叫王翔的军方智囊 提出来披露出来的 他的内容简单的说 就是第一 总结和韩国建交以后啊 这个中方的对朝交往存在很多失误 以至于造成对朝鲜内部 就影响力越来越低 金正恩政权呢 现在面临着巨大压力 有可能导致政变 或者金正恩孤注一掷 用对外战争的方式转移国内矛盾 到时候呢 中国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就免不了在政治上有选电战的问题 这个在2014年提出的判断呢 是很准确的 基本上就是现在中共的处境 他的结论是 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中共应该完全放弃朝鲜 但是要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下 支持朝鲜半岛的统一 什么条件呢 就包括这些 朝鲜半岛要完全无核化 统一后的朝鲜要和中国签订永久性的和平协议 外国军队 其实主要指美军 要有明确的撤出朝鲜半岛的时间表 中国在朝鲜的重建过程中 要体现他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这方面的影响力 再然后呢 就是统一后的朝鲜必须立即解决 所有和中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领土领海纠纷问题 避免日后扯皮 也就是说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要以这些为条件 换取中方支持朝鲜半岛统一 用这些条件换取北京放弃金家政权 这个方案是在2014年提出来的 也就是金正恩上台不久 搞了第一次核实验以后 提出这个方案的人 他在媒体上披露 意思也是想影响中共高层的对朝决策 但是好像没起作用 就被数之高阁了 那么看起来呢 其实在体制内还是有明白人 其实一直到今天 中共高层对朝鲜的政策 还是有一定的含混性 像三月初 朝鲜副外相到北京来访问 二月底的时候 中国刚刚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一年 差不多断了朝鲜一半的外贸额 可是王毅那一天的讲话还说 什么维持和巩固中朝传统友谊 是中方的一贯立场 那你说你这时候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理解呢 就是在政治局常委里面 如何对待朝鲜 还是存在着意见分歧 外交部门在这种情况下 就只好说点左右逢源的话 那么在现在的中共政治局常委里面 哪几位是比较侵朝的 我之前已经说过好几次了 咱们今天就不在这里再重复了 今天北京如果想让朝鲜半岛避免战火 那么恐怕不是说坚持和平解决 朝核问题就能够起作用的 反而这么说呢 我觉得会给金三胖以侥幸之想 其实这个时候是需要传递出更加明确的信号 就是说朝鲜你如果继续坚持走核道路 那么北京这边就会完全放弃朝鲜 可能只有这种非常直接和明确的警告 对于三胖悬崖雷马还能起点作用 现在朝鲜的核弹已经放进了坑道 那么摁不摁下这个核按钮就在三胖的一念之间了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咱们静观事态的发展再做评论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